各位看官大家好啊 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 我准备给大家变个魔术 眼睛眨一眨 蚯蚓变河马 来给大家变一个 12345 神仙老虎狗 还是我 今天跟大家来说的主要的内容是 眼睛眨一眨 还是我 眼睛眨一眨 母鸡变成鸭 我们闲话少叙 书接上文 从这个外来语中啊 这个大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口头禅 这个其盛况空前是在汉唐之底 这个汉与唐太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峰 我到目前为止啊 引以为傲的两个年代 呃 其间所谓的这个汉唐盛世啊 是咱们中国史上算是最为辉煌的年代 在汉武帝时期啊 汉武帝时期啊 浩大喜功 在他的手上 汉帝国的疆域 整整扩大了两倍以上 当时大约相当于今天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太宗更是雄才大略啊 李世民先生听取这个当时魏征的建议啊 中国吉安肆意臣服先把自己的事啊做好果然就弄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 什么当时的突厥啦 吐蕃高丽日本波斯乃至于亚美尼亚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啊 就是大石那一带今天的沙特一带 都是一波一波的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咱们中国来 心悦成福的学习中国的文化 于是大唐变成为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呢总是会名垂史册 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是汉语或者这叫做唐话 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啊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 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呢也最多 如果大家这个呃能够记得住啊能够记得住的就是说 现在除了汉除了唐 就是基本上其他的朝代呢就在这两个巨人面前呢是不值得一提啊 而且当时中国对整个世界这两个朝代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的深远 比如说在这个日语当中啊就有用这个汉字的这个读音 有这个无音汉音和唐音三个系统 我呢做了一张小卡片给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呢就是日本日本这个京都京都的京当时的这个呃 呃不是不是当时是现在现在的这个读音就是读作我我用这个拼音标标志出来了 是QQQ啊京都的京的读音这是无音的发音而京基的京呢它的发音是什么呢是KK 这是典型的汉语这是典型的汉语而南京的京则读作KING KING这是标准的当时的唐音 所以说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当时是江南 所以最先去学的地方当然是无音了这个汉音和唐音就有点名不符实了 所谓的汉音其实就是模仿唐代的中原语但那个时候啊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 于是便被称作为汉语后来宋元明清啊 又明显的不如唐结果模仿这个宋元明清语音又被称作为唐音 尽管这个北宋当局一再的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 却可惜收效甚为 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先进比你阔很多啊 这个语言学家这个撒皮尔有句话说是这个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 这个日本人要学中国话 咱们中国人也要从外国那里借一些语言来 事实上当这个两种意志的文化发生的时候 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 就好比说是打架吧 两个人你一拳我一脚啊 啊就是在相互伤害中啊相互学习在相互伤害中啊爱上对方也有可能啊是吧 所以说这个汉朝的开拓唐朝的开放 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就自然频繁了起来 张谦去通西域 玄奘去求佛经 饮食服饰这些风俗习惯 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啊也就会顺便搭个便车 至少是这个西域集通 现成的词汇啊就有点不复使用 佛经既得呢 那么外文的翻译也就成了问题 因此在汉和唐两个时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咱们民族公用的语库 华夏民族的语言大丰富的时代也来临 外来的文化进入中国遇到了一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个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 不知道该怎么叫 最便当的方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 咱也怎么叫 这就叫音译 但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汉语拼音 便只好读些这个相近的汉字来对付对付 啊 这种办法一直到近现代 都用得着 比如说这个 咖啡 咖啡 啊 Coco 可可 这个 啊 苏打 苏打 包括这个 Salon 沙龙 木须 葡萄 这些都来自于是这个属于这个外来语众 对吧 但是我们老祖宗做事呢 都是相当的认真 所以说不过是音译 也不肯就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凑合 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 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 比如这个葡萄 原本翻译为是这个草字头三点水的那个葡草的葡 和这个潘桃盛会这个桃 或者是葡草的葡加这个桃 桃瓷的桃 后来呢 几经斟酌还是写成现在的葡萄 因为这个葡萄既不是葡草 也不是葡柳 也不是桃 啊 更不是这个桃瓷瓦罐 写成现在的葡萄 不但不会误会 而且还真有那么一种这个啊 一嘟嘟一嘟嘟的那种感 那种感 葡萄的感觉啊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的精神 要求信 要求这个词要哑 那所以啊 用这个可口可乐 翻译 可口可拉 啊 用这个伟哥啊 去全世界男人的福音啊 去翻译这个 这个 这个便没成为是神医 可以说是 其实呃 这个 这个你像这个雷达啊 和这个模特的翻译啊 这个 Mado Mado 就是也是很传实 啊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是 Mado 啊 啊 就是模样又又好看啊 又很独特 所以叫做摩特 对吧 你呃 好比这个 呃 还有就是 佛 佛祖的佛 翻译成 Buddha 啊 不知道这个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 这这个 这个Buddha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翻译过来 叫做Buddha 哈哈 这个包括这个雷达 雷达是怎么念的 雷达 啊 好像是这么念的 然后呢 就是给人 给人一种这个 既像雷电一样啊 迅速啊 传达 又 让人眼前 一亮过目不忘的感觉 不过呢 这个古人的困难 比我们大 可用之字啊 又非常的少 这个新鲜的事物啊 又 又多了 没有继承的 嗯 就是经验 可以借鉴 便只好呢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吧 比如这个 嗯 嗯 常常提到的这个墨虚 就曾翻译为这个 畜牧业 这个牛字狂 一个反文的这个墨 琥珀呢 则翻译为这个老虎的虎 啊 魂魄的魄 但是你这个墨虚 毕竟不是呃 这个 油雾石 这个睡觉 能够看得着 着的这个宿营地啊 啊 这个琥珀也不是说是老虎的魂魄啊 啊 以为这个墨啊 墨虚 以为成这个墨在荒郊的宿营地啊 这个 或者是眼睛啊 这个墨啊 住宿的宿啊 老虎的魂魄的魄 怎么看着都是 这个不那么对劲 于是便这个一不做 二不休 发明出来了一个新的字 除了这个一个王 一个老虎的虎字 古以有之 这个古代这个虎啊 就是一种礼器嘛 即这个虎皇 是这个信武 或者是虎福 调兵遣将 这个破 这个木 这个就是专门为此 而发明 后来就是但凡 有这个松伯 这个树枝的化石 就都叫他破 一个王一个白 像是什么 这个腊破 金破 明破水破 滑坡 反而只有红的 才能叫 琥珀 这个不过 让人感觉最神的 还是这个不达 这个词的 翻译 当然 也可以意为 这个 这个 绝者 但是 这个 总觉得 不过 已 既不是很崇高 也没有什么神秘感 想来想去 还是 意为佛陀的好 是吧 佛的本意啊 就是说是 仿佛 既所谓就是 见不 见不神也吧 算是 像这个 释迦佛 牟尼佛祖 这样的 这样的人 我们自然是 看不真切 恍惧忽习吧 可是 高深莫测 再说 佛 这个字 也是 妙不可言 既是人 有个单人旁 又不是人 福人 正好用来 表示 那个误得了 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人 何况 这个把 鬼 神 仙 佛 并列一起 也显得比较整齐嘛 所以 佛 来 音译 布达 也算是 一种 神意啊 也算是 这个比佛 第一等的呢 就是 菩萨 但 但这只是 中国人的说法 在原始的 佛教中 他本是 这个 释迦牟尼 修行 尚未 成佛 似的 称号 全称是什么 全称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 菩提 撒 佛 其中这个菩提 指什么呢 就是断绝 烦恼 成就涅槃的 智慧和 觉悟 撒 阿陀呢 就是心系 众生 不但自己 修成正果 还要救万民 与水火 所以啊 一个人 如果大慈大悲 救苦 救难 就会被称为是 活菩萨 或者最起码也是 菩萨心肠 啊 所以 你看看 啊 有菩萨 低眉 又有金刚 木木 一个红脸 一个白脸 所以说 佛家的世界 很是丰富 包括这个 严罗啊 也是这个音译 就像菩萨一样 是有点偷工减料 省掉了两个字 全称是 严魔罗 罗煞 还是严魔罗 罗度啊 应该是严魔罗度 菩提萨陀呢 简称为菩萨 严魔罗度呢 简称为严罗 并不光是为了省事 也是为了更方便 中国人接受 你看这个菩萨 和菩提萨陀相比 哪个更有中国味呢 至于把这个 乌波陀耶 意为成是和尚 把这个比丘尼 称作是尼姑 这更是这个中国话 事实上 不管是菩萨也好 严罗也好 和尚 尼姑 不但读音全变了 意思啊 也不尽相同 早就变成了中国的名词 异国的情调 已经没有多少 这是不是真的就是眼睛眨一眨 母鸡变成了牙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 下期再见